好的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做運動的一些心得 就是呢我最近一直在做重訓 重訓在於是讓你的肌肉越來越大 可是脂肪越來越小 消耗的是希望是脂肪這樣 我覺得除了運動還有飲食的控制很重要 所以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吃什麼 大家會看到我桌上有地瓜 那地瓜其實我平常如果是沒有時間自己煮五股米 我才會選擇 因為這是便利商店最快速然後最好的有纖維質的澱粉類 以桌上來說你現在看到的其實是蛋白質居多 蛋白質是什麼就是無糖豆漿 雞胸肉 蛋本身 這些都是蛋白質的來源 通常是你體重多少就是要吃多少公克的蛋白質這樣 對於我現在有在做運動的人這些蛋白質可能還不夠 我可能還需要再多一份肉類這樣 大家會覺得那我吃蛋白就好 蛋白有蛋白質蛋黃什麼膽固醇啊脂肪過多 其實真的也沒有這麼嚴重 除非你本身身體有些疾病是不能吃蛋黃的 但是其實像正常的一顆蛋是八公克的蛋白質 如果你只吃蛋白的話蛋白大概只有兩三公克 其他全部都在蛋黃裡 所以你其實多吃蛋白 累積的蛋白質是很少的 然後為什麼要吃蛋白質 這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是蛋白質是長肌肉 然後當你的身體肌肉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看起來就會越來越瘦 肌肉越多脂肪就會越少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說要減體脂 就是因為要把身體裡面的脂肪給去掉 去掉之後呢你的肌肉才有空間長出來 所以才要運動 你只要吃得健康 你一樣可以吃得很飽 對身體很好 所以我覺得都是緩緩相扣的 運動 控制飲食 你就會有非常好的身材 哈囉大家好 我是徐瑋銘 對我來講最健康的瘦身方法就是 在該吃的 該吃飯的時間吃飯 早餐吃得像公主 中午吃得像皇后 晚上呢就不要吃了 對因為我身體已經習慣了 如果前天晚上吃多了 隔天就全部都卡住了 剛開始在減肥的時候 兩年前其實是沒有朋友的 因為晚餐就是都是直接回家 然後跟朋友聚會都是下午茶 或者是中午吃飯 然後但現在慢慢的就培養了一批 自己培養 培養了一批就是可以吃早餐的朋友 所以現在就變成是說 朋友的聚會或同學的聚會 都是改在早上的時候吃早餐 或者是吃早午餐 然後晚上的話 如果真的有飯局不得已 就是到現場去聊天 然後喝茶 然後不吃東西 可以吃的時間內 就是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沒有特別經濟 游泳 然後有氧運動 跟那個就是腹筋訓練 無論如何 我一定會在我該吃東西的時間內 找東西吃 就算沒有放飯 我也還是會自己身上會隨身攜帶 或者是說自己可以帶水果 蓮霧跟火龍果 其實他們都是可以有飽足感 然後但是不會發胖的水果 現在如果早上早期沒有吃到早餐 就會覺得一天沒有開始 看我的工作是幾點 然後但如果沒有工作的話 我差不多也都是十點起床 然後十點半去吃 然後吃完早午餐之後 可能中間一兩個小時 可能譬如說四點前 再吃一點點小東西 顧午不時是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這個方法對我來講很有效 但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但是如果你想試著看看的話 那就是早餐跟中餐都盡量正常吃 然後晚餐的話就盡量清淡 或是不吃是最好的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解決水腫這個煩惱 我想我應該是 滿有說服力的吧 那在生活上面 我為了要讓自己不水腫 其實我運動還滿勤勞的 比如說簡單的跑步 或者是說可以做一些網路上 有很多像是分享那種 虧肥或茶巴卡 其實滿適合做來就是消水腫的 如果你不愛運動 但我勸你還是要運動啊 我也很推薦泡澡 那在飲食上面呢 其實我的早餐吃得非常的簡單 我早餐如果是我媽媽願意幫我煮的話 我就會有一碗無糖的藝人跟芙苓 加上白木耳 藝人跟芙苓呢其實它最大的功效 就是它可以消水腫 然後吃白木耳就是為了 女人的消忍蛋白 再來呢如果你沒有這麼搞綱的話 你也可以喝紅豆水 我覺得紅豆水跟 有一點咖啡因的飲料 像茶或咖啡其實也滿會消水腫的 如果這些對你來說都沒有效 我就要來教大家 如何在急救的時候 按幾個穴道 或是嚕一嚕 你的臉就會消水腫 我就會拿一片面膜 我非常推薦這個面膜 其實這個是陳怡蓉姐姐 親手媽媽他們家的面膜 那大概花15到20分鐘 你就可以有很保濕的效果 就是吹彈可破 那當我打開來敷上去之後 我就會拿按摩臉部的棒子 這個的寬度比較適合我的臉型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找適合自己臉型的 那這個要怎麼按呢 就是當你敷好臉之後 從這邊推你的骨頭的下方推上來 推到耳朵這裡再往上推 這裡通常會有一個凹下去的地方 就是你的咀嚼肌 在這裡然後用力推你的咀嚼肌 然後再往上推上來太陽穴這附近 然後要往後面 推到你的耳朵這裡 然後再把它往下拉 拉到耳朵後面 再往下滑下來 到你的很美的鎖骨這邊 這就是完成了一邊的推臉 那這樣子的過程呢 應該可以推個十下十五下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另外一個呢 是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就很容易鼻子過敏的話 這邊很重要 就拿這個比較短的地方 壓一壓這個地方 如果你眼睛的周圍還是很重 可以先壓這個位置 然後這樣子拉上來 通常這裡會有一點點酸酸的 但是我那個溫馨小提醒 不要往下這樣子推 但通常眼睛附近呢 不要推得這麼的用力 我通常早上起來就會這兩邊推推 再會推推 然後眼睛推推 然後再來推 整臉 就大功課程啦 今天呢 要推薦這個 夏日保養小屋給大家 但為什麼有兩包呢 因為一包放不下 我通常呢 去健身房就是這樣 以最快速的速度保養好 讓大家覺得 哇你看它 都不費摧毀之力 怎麼可以保養這麼漂亮 這樣實際上 健身房根本沒有人在看 這自己心裡的小劇場 好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跟我一樣 很常在健身的話 當你健身完要趕快洗澡 又或是有洗面乳之類的 趕快洗乾淨之後 然後趕快做一個簡單的保養 做什麼保養呢 例如這個 隨身攜帶迷你的 玫瑰噴霧水 就是這樣噴一噴 好保濕喔 然後呢 頭皮也是 我啦 自己如果在健身房 沒有辦法立刻洗澡的話呢 我就會趕快噴頭皮的化妝水 這兩瓶是我真的缺一不可的東西 所以這兩瓶是一定一定 我必備一個臉部的化妝水 一個頭皮化妝水 再來如果呢 今天的這個黑眼圈比較重一點啦 就是必須要帶著遮瑕膏 還有 這一定大家都有用過 就是擦護唇膏 然後呢 護手霜 那如果你有上一點遮瑕膏 小粉餅你要帶著 還有女生不能少的就是 一點點有顏色的口紅 其實這樣子呢 你從健身房出來就會覺得看起來非常的這個 爽 那這是小包的部分 大包裡面有什麼呢 我剛剛說的就是要很快速的做好好的保養嘛 第一件事是什麼 先洗臉 用洗面乳洗完臉之後 然後把 瘦臉神器面膜敷上 敷上面膜之後呢 我就會趕快拿著我的 洗髮精 我在健身房很忙 洗髮精 趕快進去洗澡 然後呢 洗完澡之後要幹嘛 一定要擦乳液啊 你看看我東西是不是很多 吹完頭髮之後呢 開始面膜也敷好了 這時候就要來做臉部的保養了 臉部的保養很簡單 因為已經敷完了面膜 我就會直接擦 保濕精華液 然後再加這個潤皂 這個大家一定也不陌生 這兩瓶 還有再加上這一個 這三瓶是我一定會 每一天都會擦的保養聖品 這三瓶絕對少一起都不行 好然後接下來呢 還有 我也會帶著這個 按摩棒 Oh No 不是你想的那一種喔 這個呢非常的好用 因為它可以來按摩全身 你可以按摩你的頭皮 然後肩頸 這兩個小點點呢 是可以來按這個 這邊有沒有 讓你疲勞看了一天的帥哥 眼睛覺得 嘖嘖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按它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當夏天來臨的時候 有一瓶東西 是我以前從不擦 但是後來覺得 還是要擦的 防曬乳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呢 不擦防曬乳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好油膩 這一家的這個 防曬乳 是非常非常的清爽 它是水狀的耶 這麼大坨 這麼大坨 馬上吸收給你看 是不是 所以呢這就是我個人的 這個隨身都會攜帶的小物 然後一定要必備的保養品 好 等到結束之後呢 因為要來上Vogue Vogue是這麼的時尚的雜誌 對吧 所以呢 一定要配時尚的這個單品 所以昨天去買了 Fendi跟Gentle Monster的眼鏡 接下來 你就可以戴著太陽眼鏡 迎接獵羊 迎接獵羊